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 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 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 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 深入显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 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永瑶 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 今天我们要还是跟你一起来关心健康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从呼吸开始 我想每个人都要呼吸 而且你24小时 不管是您睡觉的时候 要醒着的时候都需要呼吸 那今天我会邀请我的今天的来宾 跟大家来讲讲呼吸 这个大家很稀松平常 觉得没有什么的事情 但是大家有学问 因为我今天所遇到的来宾叫Fanny 那Fanny 她我们相遇是在某一个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叫做呼吸觉醒 不晓得您有没有呼吸的困难的问题 那这个研讨会的过程呢 我遇到的这位今天的主持人 他Fanny他是在所谓的一个很特别的公司 他主持的一个公司叫大千科技的材料的 这个团队里面 他们在研究呢 大家前一两年都在抢的一个东西 就是口罩 那不晓得你现在戴的口罩没 还是已经不戴口罩了 那我们今天要请Fanny来告诉我们 口罩到底有什么学问 跟呼吸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请Fanny跟大家来打招呼 而且介绍你的团队 而且告诉我们 这个团队为什么会成立这样的团队 他想要提供给所有的来宾 是什么样的产品类型 大家好我是Fanny 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的产品口罩 那口罩其实啊 在疫情以前 大家都不会注意到他 因为就觉得口罩就是一般的东西 但是因为经过了整个疫情 其实大家对口罩就比较有概念 但是大千呢 我们所做的科威力口罩啊 跟一般疫情中间 大家在用的口罩其实不太一样 那大千其实是成立于2016年 因为疫情是2020才开始的嘛 我们成立2016 所以已经超前部署了 对 而且我们当时成立的时候啊 我们就是专攻在PM2.5的口罩 防护口罩 是 因为医用口罩 它其实没有办法防空污 它的防护效果其实很有限 医用口罩没有办法防空污 各位听众朋友们 今天有没有观念一心啊 也觉得医用口罩可以比较厉害一点 但是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医用的产品好像比较厉害 但是在口罩上面呢 医用的医用口罩呢 它其实是做一个基本上面的防护 那像空污口罩啊 它里面比如说我们大家所熟知的PM2.5 它里面就有一些重金属啊 有些耐性啊 甚至有一些微粒啊 油烟等等的 那医用口罩对这一段的防护力 其实是很有限的 所以如果大家回想到疫情以前 大家那时候讲到空污 专家们或是新闻的媒体 都会告诉大家 医用口罩的防护性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专攻在PM2.5 空气污染防护的部分 那专攻的部分呢 除了大家所知道的PM2.5 我们也着重在职场工作安全上面的 特别哦 职场工作安全 我就知道的有一些职业呢 它的职场的环境就很需要口罩 戴着口罩工作 是的 所以等一下会请你 大概介绍一下 所谓的职场 它是不是还有一些职场的差异性 那我们再一次回到 就说你们这样的团队 科技团队材料 科技材料 所以你们原来为什么要切入 所谓的PM2.5这样的高规格的材料 是因为你们原来的当中有什么样的 人有这种核心技术 或者是说 因为有些人 他创业是因为 他们有核心技术 或者是 有些人创业呢 他是因为家人或者是亲戚朋友 遭遇到什么困难问题 他要解决那个问题 所以才慢慢创业 所以你们的那是创业的历程 其实我们在创业的时候 我们的技术整个 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口罩所用的绿材 其实跟一般现在大家知道 医用口罩所用的绿材 完全是不太一样的 那医用口罩用的绿材 是称为静电溶喷 所以在过去疫情 这两三年来 大家对于静电溶喷的材料 其实也很熟悉了 他就是靠静电来吸附 但是呢 其实静电怕湿器 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静电怕湿器 对静电怕湿器 因为刚刚开始缺口罩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有些人会用酒精这样喷一喷 或者是那个 或者是有些人那时候 还有说电锅蒸一蒸 对 结果那时候测试是不行的 对 因为静电怕湿器 所以台湾很潮湿 第一个你的口罩 如果放在大气中 台湾的潮湿的湿度 会让静电的慢慢消失 那另外呢 我们戴口罩的时候 多多少少会呼吸会讲话 所以出来的都是湿度 所以静电它的防护性就不大 那这个静电 它哪时候没有防护力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你戴这个口罩 有多少的防护性 其实都是未知的 那我们用的比较不一样的 我们就是用奈米薄膜 那奈米薄膜 它比较简单的来看 我们就是用薄膜本身孔径的大小 来跟外面PM2.5的大小来做比较 所以如果比它小的 我们就拦不住 比它大的 我们就可以全部把它拦下来 那以国际间在讲PM2.5的防护 其实2.5的部分是2.5以下的例子 同称2.5 那国际间最严苛的例子就是0.075 我们都可以拦到差不多95至99% 还有比例0.075还可以拦到这么多 99几% 它的概念其实比较简单 它不是靠静电 那它是靠物理性来过滤 您就可以把它想象成 比如说我们在用金属的咖啡滤网 在滤咖啡 那那个金属滤网呢 它其实是靠它的孔洞大小 来跟咖啡粉来做比较 它的孔洞大小必须比咖啡粉小 所以它才可以把这些咖啡粉给挡住 那这个咖啡滤完之后呢 这个金属滤网呢 它其实可以随喜重复使用 但是呢 你滤网使用久了 可能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一些咖啡粉塞在滤网的孔洞 那我们的使用的奈米薄膜概念 其实就是类似这样 我们是用粒子大小来做比较 来进行过滤 所以它的过滤效果不会变差 对 你可以确保 在这个口罩没有破损的时候 它就是有它的过滤效果 但是呢 你使用久清洁久了之后 可能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一些微粒留在上面 所以考量到整个清洁度跟舒适度 这个口罩就需要进行更换 对 所以我们要请Fanny来 跟大家再教育一下 所谓的PM2.5 为什么到2.5 而不是PM1或者是PM10 这样的2.5 它为什么要定这样的标准 其实呢 2.5的部分 其实PM就是粒子大小 那后面的那个数字是它的直径 那2.5它正好会在我们的肺泡 所以PME的粒子会比2.5更小 它就会透过血液分散到全身造成心血管的问题 所以其实大家说PM2.5对身体最严重的其实就是心血管的疾病 那以前大家会讲PM2.5 但是国际间对于2.5的概念是2.5以下的这些粒子统称2.5 所以也是因为像这个粒子这么小 它会流在我们的肺泡 然后分散到血液里面串流到全身 所以一般的医用的那种静电溶喷的口罩 那它防护性就不够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选用了奈米薄膜 那整个团队它本身就是在研究薄膜 只是说以前它不是用在口罩上面 以前是用在 以前是用在比如说在防护衣军用的部分 然后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工业用的部分 对是用在工业用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等于是说在团队 所以军用跟工业用大概是在哪一个使用的场景里面在用 有针对一些化学物质的防护 对那有一些会用在工业用 比如说建筑上面防水 但是有些东西又需要透气 类似这样子的用品 所以您刚刚讲到这些危害例子 有没有一些 我们可以 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所谓的危害例子的大与小 是大概用什么样的 我们所我知道的物质来稍微做一些比较 可以吗 可以啊 那比如说其实我们最常比较的就是头发 因为大家日常每个人都有头发 头发它的大小呢 差不多会落在PM75至100中间 有人头发比较粗 有人头发比较细 那其实我们的眼睛呢 可以看到PM50以上的例子 所以有时候啊 您在扫地或者是说阳光一照 我们有时候在空气中都会看到一些围尘在飞 只要看得到的其实都不可怕 那接下来更小的 因为眼睛可以看得到是50 那比如说像花粉 现在樱花在开了 很多人就会开始有点过敏 那花粉大小差不多是PM20左右 那它会对我们造成上户吸道的过敏 可是我们眼睛已经看不到 那再更小一点的 比如说大家有时候很多孩子 或者是睡眠会遇到的塵蚊 那塵蚊包括它的排泄油 差不多就是PM10 那这些都是对我们会造成过敏 但是我们看不到 那业界里面还有在讲一个PM10 比如说像环保署 他们会讲一个PM5啊PM10 那我们自己的鼻子 鼻腔的部分 差不多可以防护到PM5至PM10的例子 OK 鼻子啊 对 医用口罩差不多是防护到PM3的例子 就是类似说我们针对大肠杆菌啊 黄金葡萄酒菌 差不多就是PM3的例子 但是真的对人体会有伤害的是 2.5以下的这些例子 所以大家都会讲说PM2.5会伤害肺部 伤害心血管 是 那2.5就是会沉积在我们肺泡 那PM1呢又更小 它会透过我们的血液 分散到全身造成心血管的疾病 那PM1的例子有类似 比如说有一些研磨的粉层啊 比如说精密加工 切消油的油物 或者是一些研磨的小微粒 那甚至呢 我们在平常在家里煮饭 煮饭炒杂的油烟 烧烤的烟雾都差不多是PM0.1的例子大小 那比较简单的这是新冠的部分 COVID-19它的病毒大小就差不多是PM0.1的这个部分 这个就跟有一阵子大家讲什么气溶 什么气溶胶那个大小是 是差不多 气溶胶其实就是它是因为很轻很小 它会随着空气在飘散的部分 它就是比较称为气溶胶 那有一些像飞沫 飞沫它就是附着在唾液上面 对它因为粒子比较大而且比较重 所以比较不会在空气中飘散 那气溶胶就类似空气 所以对我们的影响会更大 OK 那你们产品这么的高规格 还有一些您刚才所说的 在某一些产业上 或者是工作时候的运用 大概是哪几个方面呢 其实我们除了 除了你刚才说什么切销啊什么的 对 我们其实把我们的产品防护 分成几个大概念 从最早期2016年开始 在进行卫教推广 针对大气的PM2.5 就是你每天只要出门会遇到的 比如说不管它是境内产生 境外飘过来的 那或者是汽机车肺烟等等的这些 那我们就是再会把它细向成 每天工作上面所遇到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讲说 其实我开车通勤 我不会闻到外面的PM2.5 可是呢 它可能就是精密加工的业者 那它在做一些航态的切割 或是精密加工研磨 一天可能八个小时至十个小时 待在工厂里面 那比如说以精密加工CNC的产业来说好了 它粒子就是它的铝料 需要进行研磨 开始慢慢切 它就会产生很多的金属维力 对 那在切的东西呢 它又需要有切削油的润滑 那切削油在机器运作的时候呢 它就是会高速运转 会有一些油物的产生 所以油物就会飘散在空气中 那粉末呢 其实我们有时候切削油 它在不是 在经过研磨的时候 都会用气枪去喷那个物体 所以它的金属维力 也一样是会飘散在空气中 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大部分的机械产业的工厂 我们走进去的时候 地板是不是有时候都会油油腻腻的 然后都会有一些油物的味道 会有一些工厂 我们所谓的工厂的味道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说 地板那些油腻腻的东西是怎么来的 一定是空气中沉降在地板的 对 所以那些油物啊 那些金属粒子沉降在地板 但是我们在这些机器 是属于同一个空间里面 所以它会沉降在地板的那些空气粒子 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一样会把这些空气吸到肺部来 所以相对的那些油物金属维力 其实也会吸到肺部来 是 我们大概如果没有Fanny这样的介绍 我们都会忽略这个事情 因为Fanny这样介绍 我就想起了 我的父亲以前是工厂的厂长 小时候我就会跟他 在那个工厂里面跑来跑去 他们是坐马达的 那就有车床啊 冲床啊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切削的过程 它会喷啊 然后有油啊 那地上的黑 就油油的油腻腻腻的 就好像各位如果 有去过一些比较 有一点历史的机车修理行 或者汽车修理的时候 就会感觉它那里会有些油油的味道 对 那这个是我们平常比较不会注意到的 都会觉得这个就是工厂 对 就是习以为常的环境 不会思考到 为什么地板会变油 那有些人会知道 因为它的地板的油腻 是什么造成的 对 但会忽略到 那我们在同一个空间 会不会洗露一样的东西 就包括妈妈在家里煮饭的状况 是一样的 是 所以很多所谓的强调 我得了肺部相关的癌症 但是呢 我没有吸烟 但是很多家庭主妇就得了这样的肺部相关的癌症 其实我们当时会设立着重在PM2.0防护 其实也是因为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不抽烟 不喝酒 但他就是肺腺癌 对 所以就会觉得所有东西大家生活正常 可是肺部就是出问题了 那肺部有一个比较麻烦的是 他平常你是没有办法注意到 他可能出问题了 除非你做健检照低剂量CT 低剂量CT 对 低剂量CT很重要 最近很流行 而且很鼓励 是的 因为这个 当你早期发现 其实处理的速度会很快 对 自律还算是不错 但是有时候你不注意就晚期了 对 所以最近几年 我觉得台湾对鼓励造低剂量CT 是蛮蛮很多医师或医师的人员 很多鼓励 那如果是说 是不是家里有人有肺腺癌 或者是肺部相关的这些癌症或疾病 好像也会被鼓励去做筛检 是的 其实这些都是 有一些是属于遗传疾病 有一些比如说你长期的吸烟 那或者是一些职业暴露的部分 其实都是有它的风险在 对 讲到职业暴露 我好像看到比较多的时候 至少有两类的工作人员 一个是在刷油漆的 因为进到那个刷油漆的场域 就觉得那个满屋子的油漆 那个不晓得是什么味道 就觉得想要逃出来 或者有的时候呢 甚至眼睛会掉眼泪 刺激 刺激 或者是以往比较多人讲什么 食眠啊 这些可能见财啊 现在也不晓得 还有没有人在这样的场域里面工作 那您可不可以就这个经验里面 跟我们再多讲一点这种 在特别的职场里面工作的状况 以及它所谓的 这些例子的危害呢 可以啊 您提到油漆的部分 我分享一个 我们去年看到的一个景象 就是正好在我们公司旁边 我们公司旁边有一个民宅 它正在翻修 它就是把整个外墙的 因为那个民宅应该二三十年的历史有了 所以它是把所有外墙的磁砖敲掉 那有一天我上班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一幅非常特别有趣的景象 那同时有两个师傅在那边做施工 一个师傅呢 就是戴一般的医用口罩 而且他的口罩是拉在鼻子底下 另外一个师傅呢 是戴防毒面具 就真的是有绿毒罐的那种防毒面具 我就觉得哇 这一幕太有趣了 我一定要去跟那个师傅聊一聊 那去聊了一下呢 其实我就问了那个戴防毒面具的那个师傅 就说师傅你怎么有这种概念啊 那在这里这样施工 你为什么会想要戴这个防毒面具的口罩来保护自己 他说因为他的师傅就是肺部生病了 职业伤害 肺部生病了 然后很年轻就过世了 所以他知道这个东西 他职业上面对肺部的伤害 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就是他的专业 所以他必须以这个为工作 他就只能是保护自己 那另外一个师傅呢 他就听一听就会觉得就笑一下 他说啊就是基本上那种概念 他就是怕死啦 没有这么严重啦 那水泥师傅啊油漆师傅 就这样子吸入这些东西 本来就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其实都有很多的职业伤害 只是说我们有注意到他 没有注意到他 那虽然以油漆来看 现在很多人会想说 我的油漆是水性的 可是呢如果您有特别注意到 一般的师傅他在刷油漆之前 他的墙壁一定要先打磨 OK 对你墙壁一定要先打磨磨瓶 整修过之后 他才会开始上漆 所以当打磨啊 你的要求越高 要磨得越平的时候 他的尾力就会越细 对那你水泥 或是木板里面的所有东西 像早期可能会有一些 湿面的东西等等的 你在打磨过程中 这些都会飞出来 所以您可以看有些打磨师傅 只要一离开这个场所 整身就是白白灰灰 是的 这些东西你如果没有戴一个口罩 他还是会被我们洗到肺部里面来 对对 这些师傅真的是 你看他上班跟下班的 那个灰的程度不太一样 对 虽然他下班时候洗得干干净净 但那个灰的程度还是不太一样 是 那我们会特别在推动 这个职业安全防护的部分是 因为我们自己曾经 就包括我自己 曾经在工作上 对于那个产业 对于那个流程不够熟悉 所以很多的防护 自己就不会去做到 所以我也造成自己生病过 因为呼吸的问题生病过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每个行业都有 他的潜在风险在 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这些风险 来保护好自己 那这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一直在推动的 这些职业安全的卫教 当他不知道风险 不懂得保护自己 那其实有时候很冤枉 但是当我们已经知道风险 选择保护自己 或选择不保护自己 这就是个人的决定了 OK 好 各位听众朋友 你们决定怎么办呢 要不要保护自己 而且保护自己的时候 选择的是美观 好看的口罩呢 还是真的有防护力的口罩 好 我们音乐之后 要请Fanny继续来跟我们聊聊天 健康 呼吸 音乐之后 感谢观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实在要健康 感谢观看 大家好,我是大千科威力口罩的Fanny 健康其实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而且健康是需要我们用心去维护累积的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会在意 有没有重金属,有没有农药等等的 但是在呼吸上面也不要忘了 有时候重金属跟一些毒素是我们从空气中吸进来的 健康的部分,其实空气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那我们平常呢,也许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面去改善在空气的品质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小小的习惯 让我们佩戴一些比较高品质的一些口罩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哪些地方我们需要佩戴口罩呢? 那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顺着身体的感觉走 如果您觉得这个味道您闻得不舒服 您觉得头会晕 然后这个环境你呼吸起来没有很安心的感觉 我们就会建议大家佩戴口罩 那口罩的部分呢 医用口罩对我们健康的防护其实比较有限 建议大家至少要佩戴PM2.5以上的口罩 那科威力口罩呢 就是PM2.5A级的防护口罩 它是通过台湾国家认证 还有欧盟FFP2的认证 那口罩本身是由奈米薄膜所制成 所以它也可以随喜再使用 那产品除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健康 科威力口罩 它更是一个减硕的好产品 保护我们自己的呼吸 也保护环境 在呼吸呢 其实一个美学 我们可以透过小小戴口罩的习惯 让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呼吸品质变得更好 身体更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永瑶 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 今天我们在大数据的节目当中呢 让大家一起来探讨呼吸的事情 呼吸的觉醒 不晓得你会不会因为这两年 新冠的关系 特别需要注意呼吸口罩的选择 那口罩的选择其实有学问 谢谢刚才我们今天的来宾Fanny 她是来自于大前科技 她们的口罩的名字叫克维利 特别的名字克福维利 克福维利 这个名字取得真是特别好 那我发现你的口罩的样子 不太一样 那你可以稍微 样子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 以及你刚才在健康小听令当中 也跟大家想说 你的口罩可以消毒又可以水洗 那因为一般的口罩 大概戴一天吧 或者什么也强调不能水洗 为什么你们有这么厉害呢 其实呢 我们的口罩最主要可以水洗 可以消毒 最主要的用的原因是 我们用的绿彩不一样 那口罩的好坏 其实就是取决于它绿彩的好坏 就跟车子一样 车子好不好 就是取决于它的引擎跟心脏 那一般口罩没有办法水洗 就是用静电 静电怕湿气就更不用怕水 那静电口罩没有办法喷酒精 酒精对静电来说 第一个它是溶剂 再来它也是液体 那我们利用的是奈米薄膜 那就靠薄膜孔洞大小 所以薄膜它本身不怕水 不怕湿气 不怕酒精 那在水洗的部分 或者清洁的部分 其实我们利用张薄膜的 本身的强项 它可以做到分到两个部分的 清洁概念 第一个是针对微生物 跟细旋服为例 那微生物就比如说 像疫情期间 大家比较担心的病毒细菌 那针对病毒细菌 微生物这部分 您可以用酒精 吃氯酸水 二氧化氯 或者是任何您平常安心的 消毒剂都可以 但是细旋服为例 因为它是属于颗粒状的 它是粒子 您酒精喷沙子 沙子还是在 所以它是细旋服为例的部分 就建议必须要用水冲洗 把这些为例给带走 所以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使用的奈米薄膜 让整个口罩 它的特性变得不一样 那也是因为使用这个薄膜 它的过滤效果会特别的好 而且它可以克服一般N95口罩 大家对N95口罩的概念 就是又闷又热又不舒服 真的是 各位不晓得你们 有没有戴过N95口罩 我是第一次尝试戴N95口罩的时候 是在SARS那个时候 各位SARS的时候 不晓得出生了没有 SARS的时候 刚好有一次 SARS我要出国 要戴N95口罩上飞机 整个是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戴着N95口罩 它就快要窒息而死 是 对啊 第一个是N95口罩 它就是又闷又热又不舒服 所以N95口罩 现在给大家的一个印象 就是危险 只有在危险的环境之下 大家才会戴N95 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其实有很多的地方 都需要更高阶的口罩 来进行防护 比如说你在过马路的时候 那个汽车车的飞烟 比如说像 为什么政府要抓汽车怠数 因为在怠数的时候 它所排放出来的污染量 是平常的三至十倍 对 那怠数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在过马路的时候 它那里的污染就高浓度 那你在工厂工作的时候 每天八个小时 甚至你是烧烤业者等等的 那这些其实都是N95口罩 才有办法 N95等级以上 才有办法防护的 对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推动在呼吸安全这个状况 但是我们又要克服 N95所有的 可以说大家比较不喜欢的点 就是它的外形不美观 戴起来不舒适 又闷又紧 所以我们口罩当时在设定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它设计成 定位在精品美观的日常防护性口罩 所以我们特别重视口罩的美感 比如说所有的弧度都是经过医师 经过大数据去计算 这么厉害 所以你可以看我们鼻子的弧度 好像也不一样 那是因为我们去计算了 比如说从鼻头一直到眼窝 这个角度差不多是几度 我们是靠人体工学的角度 达到它的密合度 那比如说像耳带打的位置 要打在哪一个地方 线往上拉提的时候 它才会密合 所以我们的口罩戴起来 密合度很好 但是它也很舒服 那一般的N95口罩 它要达到那个密合度 就是靠送颈带 很紧很紧把它绷住 所以口罩脱下来 就有两条线在那个脸颊上 像这次疫情 大家就讲说 护理人员把N95脱下来 就是有那种天使的印记 但是那种东西就是 除非特殊人员 在特殊场合底下 它才会是佩戴 日常生活中 应该比较不会有人愿意佩戴 这样不舒服的口罩 那有个问题就是说 会不会因为不同的脸型 有些人鼻子比较尖 有些人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挺的时候 那口罩戴起来 密合度还是会有差异性呢 当然因为 或者有人比较厚道一点 这个口罩会不会遮不住 或者是说 所以你们怎么去应用这些问题 对 其实密合度 就对于口罩来说很重要 所以每个人的身高 体重 体脂 脸型 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口罩总共有分了四个size 这是跟一般的比较N95口罩 或P95口罩比较不一样 大家分它就是一个size 靠着绷得很紧 那我们为了让它 大家可以长时间佩戴 所以我们有四个size 来辅助大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口罩 那如果您的脸型或者是体脂 你最近刚好变得比较瘦一点 那如果介于在两个size中间 我们也有搭配的电片 对 去做一些补强 是哦 对 那比如说像我们电片用到最 很多人的感觉是 电片可能是用在鼻子 因为你戴眼镜会起雾 可是呢 因为我们的密合度 其实所有的曲线 都是经过医师大数据去计算的 我们电片呢 比较多的呢 反而是很瘦的那种 瓜子脸的小姐 因为他们太瘦 下巴空空的 大部分都会用在下巴上面的补强 对 所以我们有不一样的size 来应付不一样的脸型等等的 然后消费者可以选择一个 自己最喜欢 最适合的size 哇 好特别哦 因为 各位不晓得这一两年呢 去买口罩的时候是怎么选购的 当然 最早期的时候是没有口罩没得选 所以所谓的国家队 给你多少 就是配级的 或者还有135 26 拿那个拿身份证来 或者几件保卡来 来领 来买 那后来就多起来的时候 口罩的价格就非常乱 对 有些很高价 有些 有些就 非常的平价 那当然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就 也因为这样子 也因为这样子而 有良悠不齐 当然也有一些 好像是不是台湾出产的 国外进来的 这个真的非常 那在那个时候 贵公司 其实你说2016年 就已经开始 这样的公司 所以那时候 你们怎么在 所有的口罩的运用的 的整个 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会选择你们呢 其实我们公司呢 从一开始 就是定位在我们 只做高阶的防护口罩 因为其实公司 当时设立的初衷 就是身边有太多的朋友 不咽不久 因为肺腺癌 那我们本身 也有薄膜的 这个技术 所以我们要做的 就是一个 是真的可以保护到 呼吸的口罩 所以等于是说 基本上在疫情期间的 那种基本款的 医用口罩 我们也都没有做 那这种高阶的 防护口罩呢 其实消费者 如果比较在意 自己健康的 大部分大家都会 选择我们的口罩 那除了基本的 舒适度 戴得住以外呢 他还可以随时 在使用 对环保上面也好 那怎么样挑选口罩 其实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贵的口罩 也不一定是好 比如说像现在市面上 有很多 比如说跟卡通联名的口罩 他可能会比一般口罩 贵个20块30块 戴起来好看 对戴起来好看 或者是说 有他特殊的喜欢 对就是他的IP的部分 那或者是说 他喜欢特别的颜色 特别的品牌 但是他们的规格 都一样就是一用口罩 但是因为搭配不一样的花色等等的感觉 好像从2块钱到20块钱都有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会建议大家 其实还是要看他的功能性 他的规格到底到哪里 对 并不是说 一般一用口罩 你有花色 就变得防护效果比较好 所以还是以产品规格为重要的考量 那举个例来看 很多人都会想说 那一用口罩跟火性碳口罩 感觉好像是火性碳口罩比较厉害 对 还有黑黑的神秘感 对 那但是其实呢 我们都会跟消费者 跟我们的朋友讲说 那大家想想看 火性碳 它是靠跟空气接触进行吸附 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概念 可是台湾的火性碳口罩 有哪一个是真空包装 还有真空包装 对 当他没有真空包装的时候 表示他其实已经在跟空气接触进行吸附 那你买到的时候 他是否吸附饱和 不知道 那一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家里在用的火性碳口罩 活性碳应该都怎么用 都是放在角落 让他慢慢的吸附 吸附一些水 好风向的水 对 但是呢 我们呼吸的这个气流的速度太快 一般火性碳口罩的 它是来不及吸附的 OK 对 那再来是说 火性碳粉怎么样黏着在不支部上面 它必须要有接着剂 所以啊 大家如果下次注意一下 火性碳口罩 大家会感觉好像可以吸附味道的时候 那大家注意一下 是不是火性碳口罩 本身的味道是很重的 它是靠本身很重的味道 去压过外面的味道 所以你可以看你市面上火性碳口罩 每一个一拆开来 它就一个很重的味道 但这个味道 那个味道是本身火性碳本身 还是它为了制造它的特殊感觉 所以它加进去的那个味道呢 大部分是接着剂的味道比较多 所以您可以看你如果家里有那种整支的藏杯碳 它其实你闻起来它是不会有味道的 就是家里在吸附的火性碳 原则上不会有味道 但火性碳口罩 它其实是透过自己本身的味道 去压过外在的味道 所以火性碳口罩针对有金融剂啊 或者是针对一些气溶胶 油性粒子的部分 吸附的效果其实不好 那这个呢 在劳动部其实也有一支影片 里面劳动部委托一些实验室 去做了一些测试 里面也有很明确的去说明 火性碳口罩是没有办法吸附有机溶剂的 对 所以您就需要选择到P95等级以上的口罩 那像P95跟N95到底差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N95 对一个P一个N 但是为什么口罩不是A95 B95C95 为什么是选择N95呢 对 因为国际间口罩有三大规格 就是OIL PROOF OIL RESIST 跟NON OIL PROOF 对 那以油性粒子来看 像N95的口罩 它就是NON OIL PROOF 就是它不能防油性粒子 它只能防一些基本的粉尘啊 病毒飞沫等等的 那油性粒子像是哪些 基本上煮饭的油性粒子 煮饭的油烟就是油性的 你走在汽机车旁边 汽机车排放出来的 这些就是油性粒子 那我们刚才在讲的 比如说机械加工 切胶油就是油性粒子 甚至我们的煤甲 煤光油 然后一些光疗 指甲油上面的 所散发出来的这些粒子 都是油性粒子 对 所以比如说像你如果是 油漆师傅 精密加工的师傅 或是航太产业的这些个工作职人们 其实更需要的是P95 就是Oilproof的口罩 它才是真的有办法有效防止油烟的 甚至如果您是在烧烤店工作的朋友 在厨房油炸的 尤其是油炸或是快炒的这些朋友们 都需要试到P95等级以上的口罩 才是真的有防护效果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在 Fanny 你在你们在这个所谓的 你刚刚举的这些职场上面 你怎么去说服 这原来可能没有在 工作没有在戴口罩的人的习惯 还是原来戴别的类型的口罩 怎么去说服他们 来佩戴 可以防护他们的口罩呢 老实说 很辛苦 因为这是一个观念上面的改变 那在这几年 从2006 然后现在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团体 很多的媒体 甚至我们的FB去做了很多的卫教 那这个是需要经过一个观念的改变 是要一直花很多很多时间的 那基本上 以我们日常上最常遇到的煮饭好了 厨房用的油烟 那我们当然在跟大家讲说 在油烟的部分 其实 比如说家里的家具有甲醛 我们大家都会很害怕 都已经知道甲醛对身体不好 可是油烟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权类 权啊 对 就是经过高温的时候 比如说乙醛啊 等等的这些 它有很多的权类 对我们的身体其实也不好 但是当我们在跟大家沟通 在油烟房屋这一块呢 其实大家就会想说 我奶奶煮了一辈子也是这样 那煮饭很热 没有人再戴口罩等等的 所以这个就是需要很多时间 一而再再而三而去喂饺 那我们发现有一群的朋友 很容易就可以接受了 哪一群朋友呢 家人只有人生病了 或朋友有人肺部生病了 当真的自己身边有朋友生病的时候 大家才会重视到 好像呼吸这一块真的是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们就是虽然很难去说服 但是我们还是这样 一而再再而三去一直讲 那像上个礼拜我们有朋友 就是有刚好有客人来厂内 你们怎么用说的之外 有什么掩饰的那种方式呢 有非常多 其实我们在这个职业安全上面 我们有投入很多的研究 那比如说我们跟交通大学的还工所 都有长期的合约 所以我们也在那边 就像我刚才就讲的活性碳的口罩 它是没有办法吸附味道的 依照我们呼吸这个速度 那这个我们都是有委托 交通大学还工所 去帮我们进行测试 那甚至你的通勤组 我们走在路上 大家都知道代曜星有毒 可是日常生活中 其实有很多的代曜星 比如说柴油车 所排放出来的就有代曜星 你的重机械加工 只要是用到柴油 都有代曜星等等的这些 所以我们在有一个 在推动职业安全里面 我们有非常多的卫教影片 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 牙医师的日常生活 牙医的工作 我们都觉得医生工作 应该是污染很少 但其实医生你在帮你抹假牙 在帮你补牙齿的那些素质 一个伤肺 一个伤肝 就在这个产业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就会把它拍成一支影片 那推游这支影片 去提醒大家 你的工作生活中 可能会有哪些问题 那以美甲师来看好了 最近美甲 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 不晓得有没有观察 我做解孕的时候 发现旁边美丽的小姐 美甲越来越多 年轻的女生 这个美甲 不管是有些时候 连照顾我们长辈的外拥 也很多美甲 真的是觉得 这个是不可挡的趋势 有发现有朋友 还专门以做美甲为职业 真的是不得了 对其实美甲我们想 它在磨指甲的时候 要磨得越细致 它的粉末就必须要越小 那指甲磨完的时候 可能都会先上一些保护的 或者是说你之前有做 它需要用去光水 去脂 先把它涂掉 那您在做光疗 或是做一些水晶的部分 都有一些压克力的粉末等等 这些粉末都是很细小 很维细的 所以它就比较容易 在整个空间上面飘散 那很多的美甲沙龙 它其实都是比较属于密闭空间 所以所有的粉末都在这里面 对那类似这样 那甚至是说在餐饮宴 我们都想说 大家都想说 我有排油烟机 可是排油烟机都是高于我们 鼻子的角度 鼻子的高度 所以大部分的油烟呢 都是先经过我们的鼻子 然后再到排油烟机 所以我们所呼吸的烟 跟排油烟机所抽出去的烟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烟 只是量的问题 那您可以看看 你的排油烟机是什么样状况 原则上可能每年一定要清洗 对 原则上 对原则上一定是这样子 大部分不一定有清洗 除了过年的时候 对 但是它一定会有累积 那我们呼吸的一样的烟 所以我们的肺部 其实也是会变成这样子 那家庭主妇可能 它的量比较少 但是你如果是说厨师 或者是烧烤 或者是说小吃摊等等的 它每天可能超过八个小时的工作 就是高浓度的在吸入 这些油烟的部分 对身体其实都一个 都是很大的伤害 OK 哇 好特别 那因为 这个是真的是在工作里面 大家 也不用想想象说 你是在特别工作 特别场域的工作 其实 Fanny刚才所说的 家庭主妇或者不一定主妇 喜欢煮菜的男生 或者是有些饭店的大厨 他们每天 或者小吃店的老板 每天都暴露在 或者夜市的老板 每天就是暴露在这样子的 高这个微粒子的 有害的物质的 的微粒子的工作场域里面 所以甚至到处可见 对 哇哇哇 真的特别 油烟的伤害 我们回想一下 因为清明节快到了 大家都要记住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以前妈妈们 是不是每次煮完 都跟大家讲说 你们先吃 我还不饿 我们以前的概念就是说 妈妈应该是厨房很热 所以她不饿 因为太热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厨房 有加冷气 可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善 我们跟交通大学研究 合作研究之后 发现 原来妈妈不饿 是一种副作用 因为你吸入过多的油烟 它会造成身体的恶心 不舒服 所以您就会觉得不饿 对 糟糕了 那我的太太 通常帮忙煮饭之后 她的第一句话就是 真的我不饿 你们先吃 怎么办 这就是副作用 对 这个其实就是 吸入过多的油烟 那像我们以空气品质 来看好了 现在的新闻 如果当天的空气品质 只是橘色警戒 差不多就一定是头条 红色警戒一定是头条 可是您知道早餐 您只要用油煎一颗蛋 它的空气品质就是止爆 只有煎蛋 所以如果您炒菜或是炒肉 那个都是指数都是到999 真的 PM2.5侦测器已经爆表了 是是 所以你们怎么去 从什么样的实验里面去 去侦测 或者跟谁合作 还是你们公司就有这样的实验室 去去侦测这些 您刚才所上当讲的这些场景呢 是 其实PM2.5侦测 因为它的浓度很高 比如说像油烟 如果一般民众 他大致上 自己家里有PM2.5的侦测器 你只要开始煮饭 一般现在大家空气清净机里面 大部分都可以有侦测的功能 您可以试试看 只要一煮饭 你的空气侦测器 基本上就是亮红灯 对 那这是属于一些 比较基本的侦测方法 那我们也有跟 焦大环工所那边 去做针对油烟 这些油烟为例的过滤 对 我们的口罩薄膜 可以过滤到多少%的油烟粒子 都是可以过滤到95%以上的 那您可以 今天煮完饭之后 你就透过水洗 用温热的水去水洗它 然后晾干 明天就可以再使用 所以我们现在也一直在推动 职业防护 尤其是妈妈们煮饭 也要戴口罩 那像餐饮的部分 以前大家比较戴口罩 是为了后端 比如说我们在跟消费者接触的时候 我在夹菜的时候 对 我在夹菜 我是怕口水 飞进去的卫生安全 但我们现在一直在推动 是前端的 你油烟吸入的 那些卫生安全 对身体上面的健康 哇 好特别 真的是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因为 现在是春夏之际 百花盛开 是不是您在口罩的这些 推广的过程 有特别对哪一些族群或对象 特别对 百花盛开的 你说花粉 或是相关的这些 有做什么样的 卫教或者是帮助 用这样的口罩去帮助这些人 其实我们卫教一年四季都在做 而且我们的卫教是分产业别在做 对 比如说像 卢卡斯你没有煮饭 所以我一直在讲油盐 您可能就会比较无感 但是 我少少的煮饭 我也会煎蛋 也会煎蛋 也会煎葱油饼 对 但是煮饭比较少 比较少 但是我如果 是加热 但是如果跟您的产业比较有相关的 我就说列表机的问题 您可能马上就会很有感 对 所以我们在针对卫教的时候 像最近花粉的部分 我们也会特别去针对花粉 那除此以外 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产业别 会是去提醒他们 那个产业所需要的部分 那比如说 我们刚才有提到 纤细加工 那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像电焊 焊接工作 焊接除了那个 那个亮亮亮之外 会伤眼睛之外 还会 还会跟呼吸有相关 我倒是不知道 嗯 其实 以前我看焊接都要装一个 镜子 拿到焊接 然后看它亮了 对 我们回想一下 怕被那个 那个亮亮的东西 喷 火喷到然后痛这样 对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就开始回想一下 大家在焊接的时候 因为它会有火花 所以护目镜是标准的 对 大家一定都会 那我们再继续回想 那个画面 在焊接的时候 是不是 对 它就有很多的烟上来 是 那些烟里面 全部都是有毒的气体 跟微粒 而且那个很毒 对 所以等于是说 其实大部分 大家对于防护的概念 都一知半解 它知道眼睛需要防护 可是因为它的焊接 它需要拿护目镜 它跟焊接的那个点 其实很近 对 所以 它也很容易 就把那些的金属微粒 跟有毒气体 直接吸到肺部里面来 对 所以我们就会特别针对不同的产业 去做不一样的领域的卫教 太棒了 所以这样的卫教 要非常辛苦 而且好像 如果没有热忱的话 一下子就会被打败的感觉 真的 因为卫教多久会有用 都不知道 只能是一而再 再而再 一直讲 一直讲 那对学校里面的学生呢 有做什么样的事情吗 有啊 当然从学校里面 是最容易去做卫教 尤其对国小生 那像我们对国小生的卫教 他们不煮菜 卫教有用吗 但是他可以回去影响妈妈 像我自己的小孩 基本上 他就是有一味性皮肤炎 又有过敏 所以很明显的是 只要当天空气品质不好 他整个过敏 你就会开始发作 所以基本上 以小朋友来说 我们基本上 就会教他 什么是PM2.5 然后生活中 有哪些的东西 可能会是空气污染 那如果你在外面 看到天空雾雾的 或者是说 你可以从远方 有一个建筑物来判断 当你看不到 那个建筑物的时候 表示那个空间 今天的空气品质是不好 他就不适合在外面运动 那小朋友 其实我们也会教他 就是说 在家里有时候 帮忙做家事 可能会帮忙扫厕所 那厕所有时候用的清洁剂 比如说刷马桶的清洁剂 刷地板的清洁剂 我们会教小朋友是说 怎么样去判断 那个清洁剂好或不好 就是用身体的反应来告诉自己 如果你觉得 那个清洁剂一倒下去 你就会觉得 味道好呛 那就代表 你的身体是不舒服的 这个可能就不是好的清洁剂 不适合用在家里面 那甚至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换的时候 因为家里可能已经买了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它用完 那至少是说 你可能抽风机要开 窗户要开 那等等的这些 那家里晾衣服的时候 有时候帮忙妈妈晾衣服 阴天的时候没有办法 可能全程开除湿机 那有时候 不开除湿机又晾不干 那我们应该在什么的状况之下 是开前半段呢 刚洗完衣服 开除湿机 让它除干 或者是让吹风 吹到快半干的时候 再开除湿机 等等的 会去做这些基本的卫教 那过马路的时候 应该怎么过 是在十字路口呢 等小绿人亮的时候 我就要马上走 还是呢 在十字路口 汽车 机车很多的时候 我尽量往后退 至少推个可能十公尺 或至少尽量的拉远距离 不要在那个瞬间 吸入非常高浓度的空气污染 对 因为它开始发动的时候 或者是在怠速的时候 就是这样 对 而且路口就是 所有汽车卡在那里 量非常高 对 而且 有一次时候 那个红灯的秒数 非常长的时候 怠速会更久 是 然后大路口 秒数长 路口一定大 所以汽车停的量 又会更多 对 是 那像这样的 会不会因为 就环境里面 会不会因为 晨 婚 它有所差异呢 以我自己 早上上班时间 或下午下班时间 它会有 会有它的差异性吗 其实以空屋来看 都差不多 那只是说 比如说早上大家可能 就是八点九点上班 更聚集 下班时间 可能每个人 下班时间不太一样 可能稍微会 有一点点拉开 但大致上 也都差不多 然后就像冬天跟夏天 其实就是扩散的问题 所以空屋一直都在 那我们一直在提倡 其实就是生活的习惯 空屋可能没有办法 短期间改变 但是也不至于是说 你需要 好像觉得每一样呼吸 都是有毒 造成自己的心理压力 对 那我们一直在提倡的是 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知道这个可能会有伤害身体 这个有可能会伤害身体 我们可以做防护的 就做防护 那举例来说 我们都知道烧烤不好 大家都知道烧烤 烤焦的东西不能吃 可是烤的烟 它就没有毒 它一样是碳化的东西 所以它一定也是有毒 所以烟也不好 对 但是有时候过年过节 中秋节不烤肉 好像又没有过年的气氛 那过年记住 知道烟不好 但是它又是我们对于 长辈对于仙人一种 对 所以就是尽量的去选择 避免 然后把量减少 可能是以前年轻的时候 可能每个月都会去吃烧烤 那我们现在就是尽量 把次数降低等等的 那以前烧三柱虾 我们可能改成烧一柱虾 那或者是说 只有在中药的节日烧香 等等的类似这样子 听你这样说 我才想起来 有看过一个影片是 台北比较著名的 有两个香火顶身的地方 行天宫或者是龙山寺 以前香火顶身 你走过去 这个你的眼睛都打不开 现在好像少到 好像 就只有没有里面烧的 好像一柱 就非常少 而且它已经禁止大家 在那边烧香 对着所有民众的安全 这也是有帮助 是太棒了 所以谢谢菲妮今天的分享 我们希望您还可以再来 我们的节目当中 分享一些您在您的公司 所开发出来这个产品 特别对这个呼吸的保护 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运用 可以吗 可以啊 没有问题 太棒了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也谢谢菲妮的 今天的说明 大家可以对各位 你们周遭的环境里面的 有害例子更多的认识 以及如何选择一个 又有美感的口罩 而且可以有真正的保护力的口罩 以及今天菲妮介绍一个 可以随洗 对口罩 可以随洗 可以重复使用的口罩 特别 好 谢谢菲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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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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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